今晚兩場賽事都是三番賽事 先跑場千二 臨美川鴿鷹的票很厲害 給了大熱門 起步順利嗎? 起步不是最快的 比較快的 看到先走出來就是幸運旅程 不過外面很努力 不斷騎 美麗很想放頭 一直騎著 但給那隻金髮盛勢頂一頂 接著在它內側還有一隻勇威神區 幸運旅程現在就在內蘭第四位 隔了個多馬位之後 看到內蘭位置有這個勇威神 然後在它外側見到一隻標壇精英 走出去三碟 在中間那裏見到橙色衣服 就是這隻村甲鷹落飛很厲害 然後在內蘭位置見到有閃電 閃電外面那隻就是一隻爆熱 後面那對馬 藍色衣服就是有財有勢 在尾那一匹白色衣服就是一代天嬌 去到轉彎中間的時候 不斷騎上前放頭的美麗海口 這裏帶來個多馬位 後面那對還在幸運旅程 金發盛勢 接著勇威神區又拱出去 標壇精英就一路走著三碟 他扔了出去外碟的時候 剛剛內側就空了個位 被村甲鷹看空 在外面打衝鋒 還看到有這個爆熱 去到最後百多米的時候 這裡一排馬一起衝刺之下 結果村甲鷹的勢這裡比較厲害 標壇精英就沒辦法逼到它 誰拿第三呢 突然之間見到一代天嬌走上來 直接拿到第二 第三名就是在內蘭那隻 鯨鯨幼神的 美麗海口 上一次村田騎就搶不到 今天也想著他會搶 雖然排外檔 誰知道金發盛勢 真的跟他過不去 頂住他 誓要頂住他 不讓他過來住 變成招勢 組段是用多了 要這樣拉快一點 咳過去 勇猛神區都捉了 其實這場都沒有走 但是金發城勢 組段突然不斷頂 一層頂一層 沒辦法 他三頂變成頂住他四頂 有足夠捕捉 村甲鷹就好跑 一定是堅住這一場 季初這個路程上名 然後爆了三場沙鐵 這場一定是目標所在 形勢就適合他 也對 其實賽前也有想過 這場會不會是慢一點的步速 其實不是很多放球馬 雖然有些步速 現在不是會搶口 不過步速快 不單止他衝得好 後一點那隻 還衝得厲害 那一代天驕 那隻真的展現了 前所未有的能力 這場雖然贏不了 幾步就過了幾個馬位 這場真的挺厲害 之後研究一下魚勢是否最厲害 我看過了 尾那兩段做得最快 全日都是最快 第一個分段時間 頭段23.65 第二段23.03 末段23.56 總時間1分10秒24 不過這場也有人要停賽 我們看看董事說什麼 到第七場 報名爆熱 不小心拆 其實要停賽 因為他在一千米 入第一個彎的時候 他就被馬兒竹進來 一定到裡面的一代天驕 那裡要能比 其實我們也考慮到 其實爆熱那裡 他的馬那時候 都挺長口下 牽涉難以穩定走勢 但是報名也有二隻馬進來 但是我們就覺得 這是一個比較低等程度的犯規 因此罰了他一天停賽 他就會停1月4日這一天 我看報名的騎資 他復出都未去得回十足狀態 我想八成多 雖然說有馬贏 這個也正常的 一個運動員 你停了一輪 兩三次熱身應該可以 所以你見到他騎上來 他有些輪盡 沒那麼瀟灑的 威慨一些何澤妖 或者蔡明紹 你都見到這樣的情況 都是剛剛復出的時候 你當然要有1、2個回合 跑多點馬 那個狀態才回來 所以選擇他的座 其實都要考慮這個因素 雖然說五鵬之 全斷了籃都很厲害 15人 很厲害 這隻一代天嬌 今天都展現了相當進步的能力 馬很快就贏了 幾個戰步追幾個馬位 那裡不是一般三班馬 那些最小 你還要看到他 其實組段他就是被報名剪了 其實一代天嬌 那裡還虧了 我想那裡 都起碼有一個馬位 變成他組段其實挺落後 但是他最後兩段做段 22秒95、22秒61 這樣追上來 其實都挺誇張 很厲害的 總之不是說一轉去 五鵬之晚房 立即有好表現 而是想到一些方法 令到他終於有些改變 好,來到今晚的尾場 第八場,三班 1650米 又回到一些中距離 又爆冷了 好了,看起步 算是出得挺齊 走出來 見到有狗狗圍攻 開面走上去還有飛輪步 接著見到十八掌 就是第三位 內蘭位置灰色三個匹 就是銀量光束 外面紫色三 這個健康之星走上去 然後有紅運掌星 紅運掌星內側那裡 再見到後面 後一點的馬匹 還有中城區 六支 然後再後一點 有精準快支 川河灌區那些馬匹 另外一匹 熱滿馬 那隻標之量子 就是剛才有一點 受那隻紅運掌星影響 這裏就頂了出去 這三疊 好了,看回前面 都是飛輪步 這裏帶來 大概兩個馬位 九九圍攻 首位在第二位 健康之星已經上去第三位 接著有十八掌 然後有銀量光束 然後有美麗滿滿 美麗滿滿外側那一匹 就有紅運掌星 沒辦法 那隻標之量子 一直走三疊 走得比較虧 內蘭位置有六支 然後外側那一匹 藍色帽就是中城區 後面那對馬 就是川河灌區 和這個精準快車 轉彎也轉了一半 看看前面帶頭 還是飛輪步 九九圍攻 就在第二位 步速算中等 看看有沒有馬 可以追近一點 但很慘 那隻標之量子 一直蝕著位 轉彎入直路的時候 也扔了出去 最外檔 到最後二百多米的時候 飛輪步 被那隻九九圍攻 過了 真是看上去後面那群馬 都沒有什麼馬 有充勢追上來 結果這隻九圍攻在這裏 一直押了飛輪步 贏出這場賽事 飛輪步之後 跑回到第二 第三名 就是十八獎頂得住 真是不懂看 這隻馬都覺得 他好像不太狀態 九圍攻 你就想著 他應該向下忙 是的 希斯斷了籃 這些下四班就好搞 是吧 即是銀量光束 潘頓沒有選擇飛輪步 選銀量光束 開始以為他都沒有錯 這裏他跟著十八獎 是不是馬急口 他不敢跟著十八獎 就跑出去望空 然後望空現在有點搶口 在第四位 他要等人遮 他一定有遮擋的馬 等外面的健康知識賣 因為二檔很容易找到遮擋 可能他怕馬急 又不想跟著十八獎 搞到自己都很狼狽 後面有標之亮子 就沒什麼辦法 他跑了三點就無法 他真是慘 他三檔 是吧 他就是因為要避避前面 那隻紅運掌聲 就推了出去 看了出去三疊 然後呢 外面沒有馬 就一直望空 因為其實紅運掌聲 是一檔的 但他沒有走 要貼爛 他走出來二疊 他走出來三疊 其實那製雨就很差 大家經常都不會想著 你跑1650米 三檔起步 好位 不會那麼差 真是三檔三疊 以為能量光速也好位 易檔 其實他也有點搶口 然後又亡空了 不過路邊衝得差一點 沒有東西看 可期下去 回來也有問一下 但是說步速這次可能 沒有上次那麼遷就 這次前… 他說前面的步速 因為這次比較快一點 變成咬不到個好位跑回來 不是很強 剛才有些話說一下 這次也算是有問一下 反而失望一點的現出 看看第三名張照片 十八掌 剛才才在裡面拍到 美麗滿滿第四 分段時間 頭段是28秒01 第二段是24秒09 第三段是24秒35 末段是23秒81 總時間分40秒26 再看一段足 就是頭兩段 上次是萬一秒的 今次是比上次快一秒的 就是對那隻銀量光速來說 都是正常步出去 其實都是正常步出去 不是很快 他的意思是 如果他站在菲伦布 就可以晚一秒 他會知道 因為菲伦布上才會站 對 你霍鑊星快了一秒 所以贏不到菲伦布 他的判斷也可能很正確 但其實美場終於是幾隻貼籃 馬上跑得好 全晚好像走外跌都行 但美場有四隻貼籃 而且主動一點的記者 也是主動 剛才你也說 好像今晚其實就是 你主動一點 放在前面放的馬 也有些好處 所以不是說那隻什麼美麗而寬勝 因為挺厲害 就是這樣追上來 那場是快一點的 對 真的 是27秒87的 剛才是快一點 不要這樣說 其實說那場 剛才都說了 其實所有事情都是預期之外 好,今晚就看完了 下一八場賽事 那下一次賽事 下一年了 1月1日十場賽事 賽後你怎麼看 我們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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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